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你说的那个二次启蒙真的很对 就是我现在接触很多大学毕业的人 他在当记者或者当当当艺术家 年龄已经不小了 可是又在我看来还是年轻人 就是他们没有好的长辈 我发现他老是很茫然 除了一个生存竞争以外 他凡是敏感一点的人 有有有点志向的人 他真的会很茫然 这个时候我会很庆幸 当时我们居然碰到沐昕这么一个人 对 刚才陈老师这段话 就是讲沐昕 他们在纽约上过沐昕的课 一群中国画家 我把这个叫做二次启蒙 我自己也有 是跟像陈南京他们这样的一些 师长们交往过程中 你慢慢的 你还真觉得 过去受的学校 小学 中学 大学 这套教育 我也不知道是都还给老师了 还是说没有从这套教育里 开出我真正的兴趣 比如说我现在 我觉得我好喜欢这种文化艺术 喜欢欣赏 甚至自己会去博物馆看 那么从哪来的呢 其实就是听这些老师们聊天来的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 就像当年沐昕给你们讲 世界文学史 他就自顾自的这么说 古希腊是什么中国的离骚 中国屈原 甚至是诗经 都是被儒家给搞坏了 孔子 我欣赏他的文学修养 但是孔子老想把这个人 塑造人 把你人扭曲成另一个样子 我不喜欢 等等 就是像这样去聊 慢慢的会开出一个你的兴趣来 他是打混了聊的 比方说他讲到文艺复兴的时候 他说这个神曲其实是一个立体的离骚 离骚是个平面的神曲 他会这样说 全书到处都是这些 然后就我刚才说的 这是卡夫卡 卡夫卡又是个费劳 又命苦 又喜欢烧稿子 他应该把林黛玉介绍给他 就是 就是他跳来跳去讲的 可是你没想到事情可以这么讲 文学可以这么讲 作者可以这么讲 你以为他是聊天 其实他后面 其实还是有个脉络在那里 他不敢离题乱讲的 第一他有个本子在那 第二呢 就是我们同学有时候会说 比方说我觉得他这件作品要比 那件作品好 他马上就止住他 他不可以这样比 他说不要说 旧旧的胡子比爸爸长 这样就比惯了 他意思就是说 就用咱们现在的话说 就他还是尊重一个 一个严格的学术性 他在给你们讲的时候 他做不做准备 做他有讲义 他不肯出版那个讲义 可能不是他的作品 所以看上去的灵动 其实下面还是有非常非常扎实的文本 你别的 你看完他这个书 你别的不说 你可以不同意他 或者对他那些比喻觉得很妙 或者你不同意他的观点 但是你至少得佩服 以他这一辈人来说 他这个阅读量不得了 他看的书之多 还有一点我特别想 我想他们两个人 其实是互相都是幸运的 沐昕有他们这批学生 特别是有陈丹青今天 这样在帮他推荐 这个是幸运 那陈丹青一样 有这样的一个老师 在30岁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老师 来跟他讲这么多东西 幸运的 其实我们不用羡慕他们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老师 都有过这样的情况 问题是你认不认识 问题是 现在我学术界好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 比方说很有名的例子 比方王瑶 他有一批的学生 赵元 钱里群 吴福辉 温如铭 陈平原等等 他们就是王瑶的学生 大家都是像尊重父亲一样 台大有一批人 白先勇 李悠凡 他们都是尊夏季安为老师 这一批学生都是非常 刘少明 一大批的人 都是这种非常 就是非常值得来讲 有些你可能不同意 比方说朱天文 朱天新 他们就背负 胡兰城 胡兰城 对你们看不惯 他这两位天才女作家 就羡慕 就是很多人到后来说 张爱玲在美国已经老成这样了 胡兰城风度翩翩 还有两个美女作家这么喜欢她 可是他们就是佩服胡兰城 我跟你说 对不对 所以这种特别的因缘关系 我觉得 其实人最实在的 有一种 就是自己不吃亏的态度 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说比如说要是有胡兰城 什么张爱玲这样的人 做你的老师 你能有机会跟他们聊聊天 你幸运死了 你知道现在的很多人 做胡兰城幸运 做张爱玲的学生一定不幸运 要我觉得有些人 实际上是 你是狂妄也好 还是说心思太复杂了也好 他会说 他是个什么人 他是不是流氓 他是不是汉奸 他是不是什么 他是不是什么 他是一个宝库 他知道那么多 他那么有趣 他坐在你面前 他坐在你面前 他愿意跟你聊天 那不是你三生有幸 我跟你讲 更多的时候 是坐在你面前 你都不认识 就是这才是我们的 物源对面不相识 比方说我以前 年轻时候读 我非常佩服朱光潜 那后来就读李泽厚的书 我读了他很多很多的书 我觉得他是非常系统化 理论化 他的集体文化 积淀这个理论影响很大 他大概是现在活着的 中国的理论家 对中国文化贡献最大的 可是直到我有一年 到西班牙去旅行 他说跟我一起同车 他正好一起去 他跟李丢在府 我们能够一起旅行了好几天 我才看到了另外一个李泽厚 就是说他在他这个很学院的框架后面 其实李泽厚也是一个以悟性为出生的人 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人书读的再多都没有用 最重要是你有自己的观点 而且他私下的言论 所以我那次见了他以后 我后来就觉得 哎呀我以前不知道李泽厚啊 我以前没读懂他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现在 我自己的老师钱古荣更加是了 所以我后来在想 我想预期我们感慨说 蒙没有碰到木星 我们每个人想想 你自己生活当中碰到老师 你可能已经错过了 是 所以我就觉得像这个 我也听过很多猜测和议论 比如说这个陈丹青 为什么老捧这个木星呢 首先从陈丹青这个地方 就有很多才子 就是他是出于什么呢 他这个里边 他也跟那个侦探破案一样 谁能从中得到好处 对吧 然后翻回头来 也有去说这个木星的 说他为什么要影响 这么一帮年轻人呢 或者说就像当年在纽约 忽悠这么一圈人 这是不是要建立自己的权力话语啊 或者是文学史上 还缺我这么一号啊 等等 我听过种种这些议论 你要照我觉得就是 你看我就是一个光棍精神 我才不管他要干什么 我也不管那么多 拿来书你就看嘛 对你有好处你就记住嘛 跟你没关系 对你没好处 寻找寻找知音是人的本能 对嘛 哪怕有一二知己 人生足矣嘛 是 但是到底是不是 有人们这些猜测呢 我想有 我也不能听到都是背后的议论 那就议论 这没关系 我没有什么意见 他们觉得我在炒作 然后做秀 然后他们说我在捧 木星这个捧字用的很有意思 无所谓 他们要这样想就这样想 文学史上另外一个 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人物 是木旦 木旦 木旦的诗也是在文学史上 以前大家不大重视了 那近年来也是被很多人推崇 包括现在年轻 而且他的经历也非常奇怪 是非常曲折 当过远征军居然 所以 所以这个我们的文学史啊 我们以前的就是鲁锅毛把老巢嘛 就一套官方的鲁锅毛八老巢 这个是我八九年参加过 这个慈海的现代文学条目的修订 得到的指示就是这么一个秩序 鲁锅毛八老巢 就是鲁锅 郭某若 矛盾 矛盾 老舍 老舍 巴金 巴金 曹宇 曹宇 官方的鲁锅毛八老巢 加一个赵树理 但后来夏之清呢 又找出三个人 弥补了这个文学史的三个空白 就是沈从文 张爱玲 钱宗书 嗯 鲁锅毛八老巢 但其实更多 对不对 其实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嗯 嗯 枪极 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如极之水 会软酒精 年份软浆 五井贡酒 一样的财富 不一样的财富管理 招商银行 因您而变 咱们看看这个丹青拿来的这个沐昕的照片 这是什么 呀这个是沐昕先生的一家人 左起是他父亲 然后第二位就是四五岁的沐昕叫孙朴 呃他旁边是他的小姐姐 然后左起第四位就是他的母亲 然后左起第五呢就是呃他的大姐姐 这是什么年头拍的 呃估估计拍在1931年到32年之间 就是沐昕四五岁的时候 三一年三二年 嗯在杭州 就是九一八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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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哎 这么一家人嗯 再看下边 这是那个时候的一些民国的 民国时代的七侠武艺 就是他的普庸看那一层看的书 嗯那这个呢就是波斯的鲁拜吉 我不知道你看还是郭摩洛翻译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母亲小说的 那个时候的小说月报 小说月报你如果看底下的条目 什么都有华格纳尼采 证证读然后有时候有鲁迅的文章 哎这这母亲好几次跟我说他每期都要读 他特别喜欢小说月报 沙勒梅 嗯沙勒梅对嗯 春桃 这个是托格涅夫的对 这个是我的启蒙书 啊是吗 对啊 所以我不知道这时代到了今天哈 这个事情该怎么看啊 这是健康的还是反常的啊 80年代的时候现在被认为是反常的 嗯 因为感觉这个社会的主流啊 嗯 怎么可能是尼采 嗯 萨特 海德格尔 是是这些个东西 嗯 但是有人说到今天呢 反而是正常的社会 嗯 就说咱们谈的这些个东西啊 嗯 这些个包括沐昕讲课讲到的 世界文学史嗯 世界美术史嗯嗯 吃惊离骚嗯 现在是不是极少数人叫知识分子嗯 你们之间的话题嗯 跟这个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或者说也不是说普通人99%的人嗯 不需要读这些东西嗯 不需要知道这些东西嗯 现在是进入了这么一个时代了吗 不 我现在是反常八十年代是对的 你觉得八十年代是对 当然当然 不一定大部分人读萨特嗯 但是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影响社会的方向 要要是要是都是呃 郭过敬明这样影响社会的方向嗯 那是反常的八十年代接上了五四 今天是有问题的 你觉得我的看法是这样 你的看法嗯 我会比较折衷 呃八十年代因为是一个刚过饥荒 所以思想的饥荒 然后对外界的了解非常饥荒 呃 然后又是又是新的一波年轻人 这个这个进入社会 呃 但是今天呃 如果说今天是正常的 是是一个正果 就是八十年代 其实就想走到今天这一步 那一定不是这样 应该不是 一定不是这样 应该是好几层东西都在 就像刚才说到民国时候这个 这个你看这个 这个扑拥这一 这一层念念念七下五亿 念阳六郎什么这些 然后书生念书生的东西 哎 这个党官念党官的东西 军人念军人的东西 应该是这样一个铺开的景观 嗯 但我们这几个十年总是要不就是全在讲理采 要不就全在比方说郭静明 我怎么样 嗯 就我们从来没有正常过 从来没有正常 你你你不能从人数上看 嗯 呃 民国时期五四那个时候 中国四亿五千万人 嗯 按一个说法 就是十字的人 嗯 大概是百分之十 嗯 换句话说有四千多万人 嗯 但是四千多万人读新青年小说月报的 嗯 嗯 不到百分之十 对 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读鸳鸯蝴蝶派 嗯 读七侠五亿 嗯 但是那个读 那个百分之十 换句话说全人口中间的百分之一 嗯 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方向 有没有这百分之一 就咱们所谓说的人文水准 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你不能因为他只有百分之一 你就可以认为他是不重要 用不少百分 百分之零点一就够了 对 以中国这样的人口概率 但有没有这百分之零点一人 在谈这些书 读这些书 而且传下去 咱们天到晚再讲 而且民众会全部上街 抬着他的棺木 举民族魂的旗帜 嗯 因为把鲁迅那个那个葬礼 啊 虽然读的人只有百分之一 所以我觉得八十年代那个才是正常的 现在九十年代以后 一个是商业化 一个是主旋律 把我们正经的人文的科学压到一个退无可退的地步 这是我的观点 所以说百分之一的人呢 是很重要的 你像咱们很说说是什么中国文化 过去我记得有一个这个这个研究国学的老先生 他就说说实际上啊 这个真正的这个绝学啊 有一个真得到了就他说这就像禅宗这个六祖惠能 哪怕几十个弟子 你通了你通了我这个就没断 这个这个文脉啊这个这个脉络就传下去了 不在于说是不是全体人民你都了解 你都看 不要紧 这是个伪问题 没有全体人民在那独立 没有这件事情 回到一个大家都 回到一个大家都明白的一个道理 鲁迅没几个 也只有一个 或者像他的也没几个 但是你说要是中国没了鲁迅 这么一条脉络 那我们损失有多大 这么最简单 不过我刚才我 你提到郑正夺啊 我特别想到的就是他里面很多次讲到文学大纲 这本书 恰恰这本书是我的启蒙读物 郑正夺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文学大纲 我欠了 我问许杰先生见来的 许杰先生过世了 我都没还他 这是我书架上最老的一本民国版的 已经夜码都坏了 我印了这本书影 在这里头 他是当初郑正夺只有20多岁 这是西方文学史跟中国文学史放在一起 而且他非常大胆 我记得他其中一章 他讲魏晋南北长的一章的题目叫什么 曹子与陶钱 他就用这么两个人的名字来归纳从汉到唐之间的整个一个时代 我对印象非常的郑正夺 现在已经不提起这个人了 这是文学研究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坐飞机后来摔死 就是说这个沐昕给他们上课 也就是从这个郑正夺的这个文学生 因为文学是这个 拿来的架构一个体系 他的体力是从这来的 但是我拿到了这本书再看 我又发现完全两样 完全两样 沐昕是他简化很多史料 然后他自己发挥 但郑正夺那个非常厚 每一讲又 对 每一讲好几千字 甚至上万字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种叫做语境 该说他对人起什么作用 就是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搞文学的 你看我经常说 为什么一帮五六十岁的老男人 凑到一起喜欢谈政治 喜欢谈高层政局变化 实际上什么屁用不顶 但是呢 我有时候觉得这是不是他们的一种智力游戏 他们谈这个的时候过瘾 生存方式 不能说是智力游戏 就是接下来讲 我就说 对这个文学和艺术 大家在一起这么聊 而且这个是嘻嘻哈哈的这么聊 这个充满趣味的这么聊的时候 照沐昕的话来讲 看来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健美锻炼 对啊 你说对你的精神有好处 你生活在这个是美的世界里 大家在谈的是美 所以沐昕特别提到一个人叫蔡元培 他说蔡元培提出的观点太好了 叫做美玉代宗教 美玉代宗教 他特别强调那个代字用的好 他说他没否定宗教 强调了 只是我们暂时没有 所以用它来代一代 然后说未如绍兴酒 自闻 你看我就在这些地方 看到你跟他有相通之处 有影响 文气相通 回归这片大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 海南清水湾 你看沐昕跟他们聊天的一些话 我都有感触 我都做摘录 他说我爱兵法 但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人生我是家破人亡 断子绝孙 爱情上柳暗花明 却无异村 说来说去 全靠艺术活下来 他就说 只要通文学 不失为一个成功 清通之后 就说艺术家圆通之后 可以非常通 然后他在沐昕临终前的两个月 贝玉明建筑大师贝玉明的弟子到乌镇 因为沐昕最后是死在他的老家 对 刘丹介绍去的 刘丹 就是著名画家刘丹介绍去 然后去到乌镇跟他商量 怎么设计他的美术馆 这个时候沐昕说了一句话 他说贝先生 贝玉明先生 贝先生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对的 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 何出此言呢 你解释一下 这我在后集里写到了 你看咱们他小时候不去写了 五十年代开始 他说的 他说国庆十周年的时候 我在家里面偷偷学意识流写作 这要出事的 不可以的 在当时 五九年的时候 生不逢时 然后到六十年代文革前 他跟李孟雄两个人逛马路 吃小馆子 就在谈什么原始物语 往事追记录 阿赫玛托瓦 什么的 斯宾哥 在谈这些东西 也要出事的 找死的 然后文革他三次被隔离审查 有一次坐在这个地下室 坐监狱 结果可是他留下了什么 留下六十六页 非常珍贵的手稿 写完藏在棉袄里面 正反面 全是文学 全是还在过文学营 在地下室 这七十年代 到八十年代 五十好几的人 他就到美国去 有一段他讲他牢里的话 我印象很深 他坐牢的时候 看到五六十个男人 一起睡着了 他说我想这个时候 他们都自由了 都自由了 但是早上起来呢 他们又都在牢中 你知道这段话 使我想到了鲁迅 非常有名的黑屋子的比方 说中国人在黑屋子里 睡得很好 你给他们开个窗 又不能让他们出去 你不是白白叫他们痛苦吗 鲁迅是把醒比作觉醒 把睡作 当然鲁迅那个态度很矛盾 他至少是愚昧 在这个地方 沐昕的俏皮的说法 却有哲理的深度 失忍了 醒回来了 发现又在牢中 这跟李白的但愿 常罪不愿意 这牢中犯人但愿 所以这些话 都使我们有很多思考的 一定说 作家的语言 理论的问题 而且他还真的是 他经历过文革什么坐牢 但是在他的文学创作里头 你感觉到 这不算个事 他还是文章千古事 直追诗经离骚 语言永恒 他还是在搞这个东西 他倒没有说是什么反思历史教训 他不走这一路 他也有 他大量谈到这个问题 所谓为人生而艺术 还是为艺术而艺术 然后所谓这个文学家 艺术家 要不要介入他的时代 大量谈到这些问题 我觉得困扰我们所有创作者的问题 他里头都谈到 谈得很有意思 介入好呢 还是不介入好呢 他说我更没有理解 但问题是有艺术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有时候会把你想三十年的人 聊了三十年的天